记者图居民台北报导 郭房部去年和庆富解约列雷禁案 相关检讨报告将在今年6月前出炉 郭房部采购市主任黄熙如 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达巡时表示 郭房部已在1月10日将庆富列布两厂商 之于加重求偿金额 尚在金算中 但律师团研已预计4月中旬提出 黄熙如表示 郭房部拿到起诉书后 认为有些项目可提加重求偿 因此还在研议 蔡氏应问 原本国防部向庆富求偿多少 黄熙如说 原本向庆富求偿8000多万元 蔡氏应问 列雷剑后续作为核实定案 海军参谋长李宗孝表示 前国防部长冯士宽去年说 将在半年内完成 蔡氏应随即表示 希望严德发在国防部内部会议时 严加要求判国防部在6月时完成相关评估 国防部长严德发 经上午帅相关人员致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 备寻